長長人樓 貨作貨戰 聚集在電信門市前 為了就13號早上開賣的iPhone X 甚至有人出動充氣床墊 提早三天就來排隊 iPhone X的殼我也準備好了 等一下要買到 我就可以直接裝上去 我排隊是因為 我想要送爸媽聖誕禮物 才來排的 強到頭鄉 要送給媽媽 得花多少錢 業者也公布了資費方案 電信三雄月租費 從299元到2699元不等 最低購機價則都設定在 11400元 但用戶必須以最高資費 綁約30個月 而亞太電信則是殺出血路 月租費硬是便宜了101元 卻能以同等價格入手iPhone X 辦理手機的部分 當然也會有一些抽獎的活動 就是果粉好禮配件等等 還有甚至神秘的最大獎 我們把後面這一家 甜甜圈店給包下來 這一段時間 它可以在裡面舒服的 享用甜甜圈跟喝飲料 電信業者不約而同 提供早餐宵夜 讓果粉吃飯店 較勁平買氣 但翻譯在價錢上 可能比較實際 以64G的iPhone X為例 台灣賣35000元 匈牙利則是全球最貴 一支就要4萬2 美國買3萬有找 日本則是因為日幣貶值 價錢最誘人 29561元就能買到 不過為了房吃和偷拍 日本的iPhone相機快門 沒辦法靜音 大陸有一些人很想要搶得 第一批的先機 他就會動腦筋在香港跟我們台灣 甚至於日本這三個地方 而大陸市場則是公布應求 外船首波開賣 只有7萬多支 就有業者砸重金 每支加碼1萬元 向台灣通訊行收購 帶回大陸 黃牛價最高已經被炒到 1.7萬人民幣 這和台幣將近8萬元 昨天也有小姐來跟我說 那個頭箱的話 怎麼可以賣它 我就說我沒辦法 但價錢再高 國粉也不願意賣 可見這十年旗艦機的魅力 有多麼驚人 記得網站網負面 太報導